这个就很happy了 同样的还是这么多 我们看的都头大 不管他 有很多都对系统环境的检测 那么makefile生成了之后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去完成一系列的这样一些工作 包括哪些工作呢 比方说make工作 对不对 make完了 我们是不是就会形成我们的那个hello文件 我们试一下 看一下是不是生成了 好 我们调用一下 执行正确 对不对 high configure 好 那么除了这个我们是不是还可以make install 当然要super的权限 他默认的是装在哪里的呢 你看 默认的是装在user local 并下面hello 我们就可以用super给他进行安装 OK 安装成功 所以这个时候 你看我们就可以直接调用hello了 是不是很happy 就你随便进入一个文件夹 你都可以直接调用hello了 这就是我们已经进行了系统安装的这样一个程序 好 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 我可能还会进行一些clean的工作啊 这些清理啊 是不是也可以同样 但重要的是 我们要进行商业发布的时候 我们以前在这些官网上面去下这些包 是不是都是一些要不就gzip 要不就bzip的一些包啊 那好 这个程序我们也要对yf进行发布 那我们怎么办呢 当然可以打包了 我们来看一下 同样的我们再来看一下makefile 或者叫dist 这个程序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程序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有installed dist呢 distplained 有点找不到啊 这样我们直接运行吧 就是刚才我们在看的时候 其实我们也都看到了 在config的时候 他会告诉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规则 dist这样的规则 就是目标输出这样一个规则 我们看一下是否是真的 好 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就生成了这样一个压缩包 那么这个压缩包的话 就可以 它的生存规则 是不是就是我们的程序再加版本号 对吧 我们版本号写的1.0 那么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压缩包 放到我们的官网 供别人进行下载 就可以放我们官网 供别人进行下载 所以至此 我们确实就把它搞定了 对不对 整个过程 现在你的老板对你大加赏识说 你写出来的程序真的不一样 在商业发布这一块也非常的漂亮 当然我们刚刚还还有一件事情 就是先清理一下 那么我们刚刚在在做的时候 还记得我们是不是忘了有一个config 这config我们当时是不是在我们的config.ac这个文件里面 我们给它注销掉了 在这个地方 那如果我们把它恢复 我们再来看一下该怎么做呢 如果我们把它恢复了之后 我们还是重复刚才的这样一些步骤 好 我们又重新生成了一遍 然后呢 我们这个时候 我们再去调用我们的make m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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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d me 那么这个时候他就会提醒 我们少了一个程序 少了一个什么程序呢 少了一个我们的config.h.in这个程序 那么这个程序由谁来生成呢 刚才我们在图上看到了 是由我们的outheader来生成 所以我们要给它生成一遍 outheader 好 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现 就有了 找找 config.h.in 那么他就是在我们config的时候 会自动的去生成我们的config.h 好 我们再来运行 这次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其他的就都一样了 那么 同样的 最后我们再来config config 那么这个时候他就会由我们的.h.in 直接生成我们的.h 好 大家看 .h文件是不是就生成了 对吧 好 这就是我们这样整个过程 所以在这个整个过程中 大家要善于去 掌握这张图啊 这张图就是在 outconfig 这个工具上面 大家把这个过程理解了 你就会 不会被绕迷了 因为可能大家很多时候 自己刚开始接触这一块 都会觉得非常晕 但其实很多时候 可能 那么多的文本 最终也只是为了讲这张图 就好像有的朋友以前问我 说Sunday 高尔弗的23种设计模式 怎么样去学习 他说那本书 哇 那么多字 那么厚 我看头晕 眼花的 我告诉他 其实在刚开始几页 他有 大概的一二十张图 你把那二十张图 二十多张图 二十三种模式 每个模式 一个图 你就看那些UML图 你把那些图都掌握了 那些书你就会了 所以 其实我们 又回到了 我以前讲课 常常说的 叫什么呢 文不如表 表不如图 图不如实 对不对 所以很多东西 用比较直观的方式 我们更容易去理解和记忆 好 当然这就是一个比较简单的这样一个程序 大家以后在实际的商业应用中会遇到更为复杂的 比方说内裤的包含呢 各个投文件呢 对不对 在不同的文件夹下面啊 等等 但是万变不离其中 至少你知道要到官网去找这些资料啊 而且以后我们在在后面的演练中也会用到啊 也会用到这些东西 我们也会去编写makefile啊 对不对 我们也懒得一点点去编写 我们肯定要用到这些工具的 而那个时候会遇到更多样复杂的情况 我会带着大家一点点来走的 好 今天的内容信息量比较大 大家下来一定要好好去消化一下这些工具 特别是这个流程图 就流程图自己到官网去研究啊 自己到官网去研究 如果有时间的朋友 老是说自己基础太好了 觉得讲的慢的朋友呢 可以把这些文档先通读一遍啊 其实我相信大家没有把这个文档通读过 而且我们的底层课程 有的朋友其实以前是参加过北达青啊 叫华星远见的这个底层的嵌入室的这个培训的 但我我我相信那些培训机构是不会讲这些内容的 所以大家下来可以深入的去去看一下这些文档 重点其实除了使用之外 还可以理解一下别人是如何来进行设计的啊 就为我们以后自己来从在做移植的时候 做一些设计方案能打下很好的思维基础 OK 今天我要跟大家沟通内容就到这里 那么后面我们就要开始配我们Linux下面Eclipse 包括Eclipse的GCC环境 好 那大家休息一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